另外一點 那另外一點就是它的顏色影 另外一點 那另外一點也是因為它的三層感光元件 所以它的顏色還原非常非常的漂亮嗎 很難形容那種非常濃厚的顏色的感覺 但是顏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跟你敗耳濾鏡的所有感光元件 看起來是完全不一樣的 真的是非常厲害 但是它這一台相機就是 就是這個是1%的優點 搭配99%的缺點 我還有想到一個缺點 就是它沒有B塊門 像這樣99%的缺點 搭配1%的感光元件的技術 就是 還有另外一個 那也因為它的感光元件這樣三層堆疊的技術 所以它的顏色還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你看的是那種非常濃厚的顏色 就真的很難形容的那種濃厚漂亮的 濃厚的顏色它不是飽和 它是非常濃厚的顏色很難形容這種 但是你可以看看我拍攝的照片 你就會知道哇塞 真的是非常漂亮的顏色 不是那種過度飽和 但是它的顏色是超級漂亮 跟Bire濾鏡的感光元件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真的 99%的缺點搭配它的顏色跟解析 解像力啊 那也因為這樣三層感光元件 它這台相機拍出來的顏色真的是超級漂亮 真的是一個有點夢幻 有點超級濃郁的顏色 但是不是飽和的顏色 就是不是過度飽和 是非常濃郁的顏色 這很難形容 你要只能看看我的照片 你才知道我在說什麼 所以真的 所以這樣子Sigma 所以這樣子一台 所以這樣一台 99%的缺點搭配 1%的解像力跟顏色 就 竟然還會有人買 就是我這樣 1%的腦袋壞掉的人 才會購買這種神奇的相機 但真的 你如果慢下腳步 不是那種 步調 就是啪啪啪攝影棚那種 也不是 人像 然後啪啪啪 然後一直狂拍的那一種 你可以慢下腳步 慢慢看看你生活周遭 然後慢慢下腳步 就呼 有點像 就真的有點像拍底片 所以真的 99%的缺點搭配1%的 解像力跟顏色 就這樣 獲得了一台神奇的Sigma相機 這樣子 我覺得 所以這樣子 所以這樣 所以這台相機 真的就是99%的缺點 加上它1%的解像力跟顏色 就這樣子 獲得一台神奇的Sigma相機 然後也只有一% 腦袋壞掉 像我一樣的人 才會買這樣的相機 也不是腦袋壞掉 就是你可以 慢慢拍攝的人 慢慢 看看你生活周遭 放下腳步 不是那種 超快攝影棚拍攝的那種 步調 你可以慢慢的拍攝 那這台相機真的是 超讚 所以 所以這台相機我可以叫它 所以這台相機我可以叫它 所以這台相機就有點像是100 所以這台相機就有點像是ISO100的底片相機 我覺得非常相似 就是你每拍一張照片 你就要精心的思考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要怎麼構圖 你要思考100%確定說我要拍這張照片 你才按下快門 不然你按下快門你真的就要等超久 你才看得到照片 所以真的是很像底片機啊 跟我拍底片的感覺 其實是頗像的 只是它是數位的 很神奇吧 好啦那這就我們今天的Sigma DP0-4的 分享神奇相機的分享影片 大家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